原创,一评前不久,俄罗斯独立报网站,以俄罗斯重建地效飞行器舰队,为题刊文,介绍俄罗斯正在研制名为救援者的超重型地效飞行器,离海怪物回来了。 随后,美国媒体分析得出,俄罗斯的这款超重型地效飞行器,未来将部署在北极地区。图片来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其实,自从2015年,俄罗斯宣布要复活离海怪物以来,大家一致对此保持高度关注,毕竟那是大名鼎鼎的离海怪物啊。 离海怪物这个名字,最初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给起的名字。上个世纪80年代,美国通过侦察卫星,发现前苏联在离海那里试验一种像船又像飞机,但是和水上飞机以及气电船完全不同的巨型飞行器,西方人也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。 于是呼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离海怪物,图片来自环球低空后来才知道,原来是前苏联设计研制的地效飞行器,利用翼的效应,运动物体贴近地面运行时,地面对物体产生的空气动力干扰,简单来说就是大飞机在离地面2到6米的时候,能够给飞机一个胜利,相当于一个无形的手托起了飞机。 西方国家不是不知道这个原理,早在德国的一架发动机故障的飞机,依靠翼的效应摆脱生死危机的时候,很多各国家都开始研究避孝飞行器了,只不过大家都是三分钟热度,只有前苏联,持续不断地秘免制,并且建造了这么大一个离海怪物。 被西方国家发现的这个离海怪物,长106米,一展40米,其飞重量将近500吨,机翼两侧装有8台VD-7窝喷发动机,另外在机尾或者驾驶室附近还有2台发动机。 苏联更是丧心病狂的装备,那6具白铃超音速反舰导弹,可真是名副其实的离海怪物了。 图片来源建水印前苏联,把地效飞行器建造得这么大,各种优势都能发挥出来了。 首先,它能贴近水面或者是地面飞行,速度很快,时速800公里,比所有舰艇都快,几乎等同于一般飞机的速度。 敌方的雷达很难发现,再加上配备的多枚超音速反舰导弹,在水面舰艇前,可以说是所向披靡啊。 所以,离海怪物也一度被称为是航母杀手,它还具有运输机登陆艇的作用,能够运送200吨的货物,或者是1000多个战士。 运输能力极强,在水面、地面、冰面,都可以飞行停靠,气降条件要求不高,运载量大,速度快,全负重的速度也能达到550公里每小时。 而且这么大个的地效飞行器航程也很远,借海沿岸的岛交出了什么问题,也能第一时间携带武器,兵力赶到。 可以说,西方国家听到离海怪物,的名字,也是头疼得很,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,我们称呼它为地效飞行器,这是它的种类,趁它离海怪物,那是它的外号,为什么它就没有一个大名呢? 离海,怪物,图源,每连设by the secret of 图片来自,因是因为,根据资料,别看前苏联秘密研制这款武器很久了,但是大名鼎鼎的离海怪物因为资金等各种问题,其实只有两艘在80年代短暂的服役了。 1985年,地效飞行器的颜值也搁置了,也就是说虽然理论上,离海怪物很厉害,但是我们都没看到它发威啊,而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,地效飞行器特别依赖平坦的地形,和平静的水面,地形一复杂,水面浪高了,就可能会出事故。 但,不可否认的是,俄罗斯在研究地效飞行器方面确实经验丰富,随着技术的进步,极有可能发挥出它的最大效用。 所以这样一款武器,一直被光大军事爱好者,也被西方媒体念念不忘。 2015年,俄罗斯正式宣布要复活离海怪物,一时激起千层浪啊。 自此每过一段时间,我们都能听到离海怪物的消息。 西北风级图片来自美国防务网站,这里星星想提醒大家,2015年这个时间点。 当时由于乌克兰危机,法国拒绝把西北风级登陆舰卖给俄罗斯,这可是俄罗斯第一次低头向西方买大型军舰啊,结果北部流行面的拒绝了。 上面我们提到了,大型的地效飞行器,在很多方面优越两栖登陆舰,本来就比军舰便宜,而且还不用买它们配套的登陆艇。 时代在发展,技术在进步,要是俄罗斯的,发动机足够有力,那么之前提到的缺点也不足为惧了,所以星星思以为,当初复活离海怪物的想法,应该和从法国那里,受了一肚子气有关,而且俄罗斯有信心,造出来的地效飞行器不愁卖,很多小国,买不起军舰,总能买一个这么厉害的离海怪物吧。 感谢观看